西班牙巴塞隆那 深夜街道上 警方強繩大座 試圖驅散人群 不只爆發肢體衝突 示威民眾還縱火抗議 因為西班牙民眾不滿政府 將實施長達半年的 全國緊急狀態 限制措施持續到明年5月 因此一連多日上街頭抗議 地盤還有示威者 試圖洗劫店面 而義大利首都羅馬 也有數千民眾 上街抗議政府頒布新禁令 第二波新冠疫情來勢洶洶 不過許多店家 從第一波封鎖後 經濟狀況還沒有回復 就要面臨再度封城 大喊吃不消 各國都出現民眾示威 而歐洲疫情尤其嚴重 前一波疫情耗時9個月 累計通報500萬例 不過過去短短5週內 就再飆破500萬例 歐洲總累計確診人數 已突破1000萬例 目前歐洲疫情最大重災戶的法國 單日新增確診更直逼5萬 法國重症患者人數超過3500人 政府日前已經宣布全國性封鎖到12月初 疫情同樣嚴重的英國 為了能順利歡度耶誕節 也下令全國封鎖 記者聯心綜合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